哈喽大家好我是珊珊昨天我们到山上啊摘了好了这个野生的板栗 但是回来以后啊就忘记剥了今天赶紧把它剥出来 这个板栗我也是奇怪啊这么多刺在外面 怎么以前就有人想到要吃它呢 炸死个恒嫩关键是喊内味果然是好吃的东西都在吃 你剥也不剥又开始吃了啊 实在是太内味了忍不住脆腻脆腻的超级好吃 好吃也要慢点吧不玩了才吃吧 你看你碰不到其他的样子 不能留一点给我喝一个芽芽哦 还有这么多肯定有啊 郭哥找了一张超级厚的手套来这里剥啊 还扎不扎得进去 扎不进来 扎不进去了耶 这边你的剥 你来了还用得着我吗 我在旁边吃就好了 上面一个大的 好嫩 好嫩 口感不喝 甜 哈哈哈 你看剥了这么久 还不够我吃的 早知这个板栗太难剥了啊 辛苦多甜 多把它慢慢吃 来把这个剥了 现在的板栗还稍微嫩了一点啊 嗯 但是呃 再老一点的话 他又没有这个嫩的好吃 嫩有嫩的味道 是的 先吃了尝尝现在说 过段时间我们再去摘啊 这么多的板栗 要剥到啥时候去啊 郭哥要加个油呢 想吃你不花点时间去啊 哈哈 好吃的好吃的东西都要时间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晚上肚子饿了 我就放两个在你的被子下面啊 哈哈哈哈 想吃就随时吃 老爸都忍不住笑了 放在你被子下面差不多 你不好放我被子下面差不多 我放两个新鲜的哈哈哈 送你一个字 三点水的那个字 好喝吧 啊 好喝 哎 这个野生的这个板栗 好不小 已经快就小了啊 这边这个毛栗子本来就是这样子啊 那种大的板栗 没有这种板栗味道甜的 不是你去店上买头的事情 我也是 小板栗卖的都贵一点啊 啊 大板栗好像卖六块吧 这种小板栗 就我们当地的这种 最少都要买八块 但是最少最少啊 小的更甜 地下的 四点 那种大的它是炸椒的啊 你要真的想拿个材料高啊 嗯 像这样材料就低了 哎 这个挺好剥的 一下就给我剥出来了 昨天我们去在摆栗的时候 没有带手呢 啊 把我的手扎到里面是麻辣麻辣的 下次一定要带手剥过去了 不能再上这个棒了啊 嘿嘿 那个野摆栗里面应该有 我都把你剥了 我没有剥过 几十克就剥了 几十克就剥了 反正我们小的时候 就是一刮风 就开始进去捡满了一次 哎 这个怎么样 棒不棒 漂亮 哎呦 哎呦 好多事 怎么样 漂亮不漂亮 丢不丢的剥 我这个手的还是没有 你这个手的好 我还是扎到手的 看 这个给你 我不要工具 工具更加麻烦 直接上手 我们小的时候在那个林子里面剪是这样子的 一剪上来 然后一扒开 一看好像有肉一样的 然后就带个石头进去就锤锤锤 用脚菜用石头锤 然后就把那个肉剪回来 看一下我都挂了这么多 就挂到了这一点点百粒 不过应该被我已经吃掉了好多了 我实在是忍不住 赶紧把这里收拾一下 还说水的壳多 这个饭里的壳还多些 今天是有没有吃了啊